现在我们来聊到雕塑 那么说到雕塑不能不提的就是杨英峰大师了 在70年代就有景观雕塑 那么他天人合一的概念影响到了后辈台湾的雕塑家 对 我想他影响到了不但是这个朱铭啊等等 很多都受到他影响 而且我觉得他 而且很少知道父子都那么那么棒的一个 有这么优秀的表现 而且我觉得他的儿子杨凤森 也特别有我觉得有那种赤子之心 他还跟你也是好朋友吗 对 因为我曾经就是因为在大学的 或者说校园里面的一个展出 本来就知道费用实在是没有办法有那么 他就说我们希望让年轻人看得到 没有关系 大家一起来互相努力 我觉得这个很棒 而且他也很关怀这个社会啊 不管是环保啊 不管是在绿化等等啊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 我们就来看一看啊 这个杨凤森还有杨凤森 他们父子首度连展啊 而且从南到北要在百货公司展出 因为他们要贴近大家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形象 台湾已故国宝雕塑大师杨凤森 和现在已经满头百把的杨凤森 父子首次连展 整场正中央摆的就是杨凤森代表作 凤凰来仪 这件作品首次出现在1970年 日本大阪的万国博览会 中华民国馆外头 钢铁材局在杨凤森大学手上 变成了柔美灵动的霍凤森 我父亲也这么说过 有凤凰来仪的地方 就是国泰民安 跟这个贝利民建筑师 就是跟共同合作了一个建筑 那么之前面的一个凤凰来仪的 这样子的一件作品 用洞房的这种鱼翼 非常轻飘的这种鱼翼 可是用不锈钢 居然能够把这一个飞翔 这种展翅翼飞的这种感觉 当时矗立在国际间 非常的震撼 杨凤森代表作还包括太鲁阁系列 或在立体方块中 或在平行线间 杨凤森以精湛前面的刀法 旋转出了自然山石祸骨的浩瀚 以及融合大陆金句文化的水秀 我们常常可以用极其理性的 这种高科技的切割 然后又有极感性的 这种山水的一种描述 那虚与实之间 我父亲最擅长的 明明是要表现水 可是只把山骨做出来 明明要表达山的高 他说被云遮住了 所以又有一个完全理性的评切 让这种想象空间 一直发展到无限 这个水秀能力是更高的 表现虚与实想象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北京 所以也受到北京人文精细的影响 我的台湾的太鲁阁山水 他的气势跟我们北京系里面的抖秀甩秀 这种这种精细的这种人文的一种武马 他就是等于代表了台湾地理 又代表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 我们年轻年主席在破冰之旅选的这一项 送给胡主席 杨云峰大师从著名的自然景观雕塑 在进而到线条简洁有力 由曲线与圆球组成 未来感十足的宇宙系列 杨云峰大师的旷世艺术创作轨迹 第二代的杨凤琛 传承再创新 最大突破是加了光影 我父亲非常鼓励我用光做美产 可是到现在我终于明白 这个光的一些运用 可以把雕塑这两个字 在一雕一塑就是一增一减 不断地去除不断地增加 也是一个阴阳的哲学 可以发展无限 以中国古老文化中的阴阳 两仪八卦为根 加上自家学成席的深厚雕塑工地 这场雕塑大家父子连展 能体验流传很久的艺术经典 还可以关键艺术摩登行李